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李立前局长去按您申告 居然说我们市政宣传的两本手册 与市民有约 还有高雄镇改变用心看得见 居然花了5000万来大赏币 这个是完全不懂行情的做法 我听到李立前局长作为文化局长的资历 居然对行情有这样子的理解 我感到非常的讶异 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两本高雄镇改变用心看得见 平均一本是7块钱 那与市民有约平均一本是8块钱 李立局长告诉大家说 这一本平均要50块钱 我不知道说是不是以前局长 过去在担任文化局长的时候 他手下经手的标案都是这个价码 所以导致他对市场价格的理解 居然是如此的错乱 那么另外就是以前局长 过去在任职的时候 应该知道在陈局市长任内 也有向市民报告这样的手册 而且是依不同的行政区 分区印制 分区定做的 非常好 非常精美 也非常有效果 但是以前局长如果对此一无所知 对市政宣传过去的历史 完全都不知道 其实基本上是有愧于 陈局市长对他在任内的爱护跟栽培 我们觉得非常遗害 所以这样子一个乱枪打鸟的乌龙爆料呢 基本上已经不是所谓的政治诉求 是对于市政宣传的是一种阻碍跟干扰 而且可能为了乘声量呢 已经完全没有去做事实上的求证了 所以这基本上已经有诬告的嫌疑 基本上也触犯了法律的底线 我们希望呢 政治诉求都是个人或者是团体的自由 但是如果变成是对于市政宣传的干扰 其实就是在唱衰高雄 是把自己的政治考量 置于高雄市民的福祉之外 而且他不希望 其他的地方的好朋友们了解高雄的好 希望大家都觉得高雄很差 这样的想法呢可能不是很健康 还有我这边做一些基本的补充 那以利前局长认为我们在这个印刷屏的发散上面 居然高达五千万 而且是家家户户散发 实际上都全然的跟事实有非常大离谱的差距 那么呢通常这一本呢 印刷屏呢 一本是七块跟八块 那么呢我们印制的大约是六七万本左右 那加起来的金额呢 基本上呢 各局处零零总总加起来不到五十万元 跟以利前局长所宣称的五千万元呢 相差的超过一百倍 所以以利前局长对行情的了解 是比一般人的理解高出一百倍 这实在是非常的匪夷所思 那也跟事实有非常大的出入 这个是我们刚刚做的补充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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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